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我是冷眼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的选择的第一 就采用顶级思维的某种类定律 你越害怕的事情越容易发生 关注冷眼 让你无再害怕 那么现在比特币价格在一个46,500美金左右水平 那么上个视频我们是没有去录制的 和之前的一个上一个视频的一个 录制的一个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出现很大的一个波动 来这个位置震荡一下 就去走出一个行情 那么前两期我们画出来的一个图还在这里是吧 那么在这个位置还是要去震荡一下之后 再进行一个反弹 那目前的话你看 它来回在这个位置震荡是吧 是符合我们那个预期的 那么它很快就会突破我们的一个防守的价格 一个上方的一个压力 就是这个位置这个白色支撑 突破这个位置之后 那么它就一路上行到 这个52,000这个水平 所以说现在的话这个47,700美金左右水平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水平 突破这个位置即将取飞 即将取飞 会有一波的一个行情 那么下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MCD的话在上方的话出现一个什么 就没出现一个时差 但是我们说的在零轴上方的一个时差是不要去考虑的 依旧是继续去可以去做多的 那目前这个位置突破这个位置可以去扎仓去做多到52,000左右水平 目前这个位置的话 它已经放出一根巨量出来 放出一根阳线出来 那么接下来的话 突破这个位置再放一根的话 放一根大阳线这个位置是有可能去放一根上来的 日线级别 那么4小时级别的话我们可以看 4小时级别的话 这些位置震荡我们也说过了是吧 来回在这些位置是吧 震荡也是画出来感到大家的 如果在这个位置下方没有上到车的话 在一个44,000多美金位置没有上车的话 那么很遗憾这一波又错过一波行情了 是吧 上面突破这个位置继续去扎仓去做多到一个52,000这个水平 那么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个防守一个价格 防守的价格可能是在之前的一个新低 也就是之前的一个44,000多美金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是肯定要有一个防守了 防守价格是吧 44,500美金之前的一个新低的位置 要去做一个防守价格 那么接下来的话 去突破这个位置就安全了 就上方就有路 反正这两个星期可能也是有机会能够上行 到这个5万美金了 那么这一周的话有希望去上行到5万美金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的情况 以太坊的话我们说过了 它也是跟随比特币在这个位置震荡 但是它强于比特币 那位置它在位置震荡一两下之后 它就会去上行到一个测试这个3600到3800这个水平 这一大的一个支撑 这个压力是很快就会进行一个测试的 所以说我们等待去测试就行了 继续是持有我们的一个多套 你看日线级别 看日线级别日线级别的话非常良好 你看这个位置 MICT的话表现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形态 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量能在下方 放过来 放过来 所以说我们不必要害怕 我因为的话 这一波的话 它是有机会能够上行到3800的 所以说你如果你要多逃的话 恭喜你 提前恭喜你 你会得到一个结果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币种 其他币种 我都不想输了其他币种 主流币的话 现在的话是一个上涨行情 测试这个58美金 这个币 艾达币 艾达币的话 这两天的话 来一次回来回 在震荡会去洗掉一些筹码 是很正常的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压力1.2附近 但是只要突破这个位置 可以去加仓去做多到一个1.5 左右这个水平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DOT DOT的话 它是上行了 直接是上行 去突破测试这个压力23美金 突破这个位置之后 那么很快它就会到达28 29 左右这个水平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SOL SOL的话 我是在100美金左右做多上来的 目前的话 已经有40%多的一个上涨空间 是吧 在这个位置进场 我们在这个100美金 这个位置 我们会员群里面是在这个位置 100美金进场 那目前的话 这一段是完全吃掉 这一段是完全吃掉的 这一段上来是完全吃掉的 目前的话多头还在持有 所以这一波这个行情的话 我认为 它突破这个位置以后 那么上方的一个压力 可能是就是在这个 160这个水平 160这个水平 所以说我们要去看短期去看待 这个160是否能够突破 突破之后 那么它继续上行到200美金 200美金 那要上一个阶梯了 这是一个情况 大家去关注的一个水平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GILA 很多朋友都叫我去分析这个币 这个币的话 它说实话 它已经突破了之前的一个 打破了之前的一个上涨的一个通道 直接是行能源于一波上涨 但是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 它还是比较弱 比较弱 那我形成一个较大的反弹 但是的话还是像这种山寨币的话 很简单 就会进行突破 一天涨了50%都有可能 一下子冲到0.38%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做好一切的一个准备 反正现在的一个行情一触即发 只要有一些资金量进来 马上就可以启动一波非常大的一个行情 好我们今天的一个视频先分享到这里 大家如果也喜欢狼眼的频道 那么欢迎订阅狼眼的一个频道 或者是加入我们的VIP石盘超过群 实时跟上我们的一个石盘 进行一个操作 赚取更多的一个利润空间 如果不懂怎么操作 无论你是小白新手还是老手 都可以加入我们石盘超过群 我们一起见证比特币的一个历史 好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